你好啊,我是翁翁 這部影片想要用最短的時間告訴大家 S6赤壁之戰更新的重點 新武將賽季卡包在上部影片有提過 沒有看過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事件戰法在以後有可能會做影片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觀眾記得要訂閱喔 首先,S6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水戰跟火攻 但是在那之前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地圖 長江貫穿了巴東、江夏、還有江淮 這三個中立州之間並沒有陸地去接壤 所以水戰的主戰場就是在這邊啦 但如果兩軍實力相差懸術的話 水戰或許不大重要,因為就直接推過去就好 但如果站四焦左,有可能會在這邊如焦四漆 敵軍打到這種出生州,也都有水戰的可能性發生 所以喜歡水戰的夥伴們 水戰要注意的地方像是 我們會需要從渡口或港口進入水路 所以就是只有特地那一個區域會發生水戰 在水上戰鬥的武將會額外受水軍式性影響 而且可以藉由這個船屋去提升武將的水軍式性 但最多只能提升到A 所以這些水軍式性S的就會有一定的優勢 我們可以在船屋建造高級船隻 也可以用普通船隻進行水戰 高級船隻的具體特性,遊戲裡面都有 主要就是分成衝鎮的、攻堅的、鎮守的三種船隻 再來講到火攻 部隊可以花兩本測書 五分鐘會點燃我方土地相鄰的土地 有一些部隊不能去執行火技 也有一些土地不能被點燃 火焰有分成三種強度 會造成部隊一定百分比的兵力傷害 對建築造成固定的傷害 可以滅火,要採摘火上去撲滅火焰 然後一樣要花五分鐘 會被火燒受傷 另外火勢是會蔓延的 每蔓延一格會下降一個強度 但如果蔓延到木材或者是糧食 就會提升至烈火 蔓延的方向則是會根據風向 到時候在右下角就可以看到 現在的風向是什麼風向 另外像是這種冰種閃技 可以提升一階的冰種侍性 可以在功勳商店用功勳或者是金珠去換 一技只能換一件 而且在賽季結束的時候會刪除 另外比較特別的還有像是 在虎具鯨吞的霸業之後 開放這個舒適商店 可以用金珠或者是用戰功去換 可以為部隊提供50萬的經驗 需要花30的體力 一個還蠻特別的東西 以上就是赤壁之戰的簡單介紹啦 不知道大家對這種介紹方式有什麼想法或建議 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點個喜歡 覺得影片內容實用 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也歡迎大家來我的discord粉絲團玩 我是汪汪 下部影片見囉 下次再見囉